嗯,好吧,巨蟹座的朋友们在这个农历的十一月要注意是什么呢? 嗯,就伴随着这个射手座的信誉 那,塔罗就是说呢,在我们付出的时候 我们要首先好好保护自己 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付出去帮助别人 或者是,其实有两个付出也可以讲 就是,第一个就是感情上面的付出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去帮助你的朋友啊 或者是去做一些什么,做义工之类的 那,在你贡献自己,去奉献自己的那个过程里面呢 嗯,塔罗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受到伤害 OK,然后我们再去看那个形象 那,根据某一些恒性的位置呢 我现在是讲恒性 就是古典当中我们里面会看的恒性 永恒的恒不是,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些金木水佛图 那些行星,那些是planets 但是我现在是讲恒性 那,在某一些恒性的影响之下呢 其实就是说,嗯,在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的一些想法会跟大家格格不入 对,格格不入 对了 就是,比如说呢,嗯,你进的农历十一月 你很想去做义工,去,嗯,去老人院去当义工好吧 那,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一些同伴 他们会觉得,啊,我们做,呃,某些的project 某些的计划我们要做得快一点 但是你,你自己觉得,啊,我们应该其实是做慢一点 那你的想法就会给大家去,啊,有一些意义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意见 就是说,啊,其实不好啊,其实我们应该快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很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你,你会觉得,因为我们也知道嘛 巨蟹座也是很,我们说玻璃心,对吧 玻璃,玻璃心的那些 就是,我们的心灵很弱小 很,很容易受伤害,对吧 那你就会想,啊,其实我,我也是想去帮忙啊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不好呢 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农历十一月 伴随着这个射手座的信业 在你们的六宫,那在我们复苏的时候 为什么有,我有时候我会说我们呢 因为就是我,我本人是上升的巨蟹座 OK,那,嗯,在,就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或者是去令大家更开心的时候 你要知道,首先不要令自己不开心 OK,那最后呢,有一点点健康方面的提点 就是要注意自己成为笑话方面的那些小小的毛病哦